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弟从江州府而来 打探到那菜酒之府经文丢了宋哥哥 城门紧闭 把守严实 日野提防 出入客上盘问的好生计 哥哥被害于事 倒不干那菜酒之府的事 都是黄文炳 内死三会五次点拨之府 较爱哥哥 如今黄文炳被之府责罚 命他捉纳我们良善人马 陷下五位军争四处调背 把守住了各个路口 放出话来 说是要众人休想再回良善 做他美梦 如此正好 那五位军到处布置 正好老巢空虚 方便我大军攻打 这黄文炳有个嫡亲的哥哥 换作黄文炳 与这文炳呢 乃是一母所生二子 这黄文炳 平生是只行善事 是修桥铺路 扶威济困 旧波贫苦 五位军城中 都叫他做黄面佛 这黄文炳 虽是霸贤通判 心里是只要害人 惯行歹势 五位军都叫他做黄蜂次 这两个兄弟不和 分开做两院住 只在一条巷子里出入 黄文炳呢 贴着城处 黄文炳也是进着大街 这两日黄文炳不在家中 自在军中住 黄文炳家一共有多少人 男子夫人 同共有四五十口 好 这等脏烂奸恶之人都该杀 杀了他 放开结我兄弟心头之恨 宋江只恨那黄文炳贼人一个 却与巫威军百姓无关 他兄长既然人厚 不可害他 休教天下人 责怪我等不仁 好 休会儿 上 哥哥 那边 兵还不少啊 哥哥 那条巷子 竟是黄文炳的助手 薛勇猴剑现在何处 他俩已经潜入黄文炳家中 只等哥哥到来 好 你可见过石勇杜谦 他们在城邦来那边 守着那儿 二十三兄弟 在 在 六堂兄弟 在 一级行事 大哥 有我们四个的 走 小心啊 快快快快 马上马上马上 快马上 快开门 开门哪开门哪 隔壁大国人家失火了 快开门 早上山 快 快 趕快 够了 咕 咕 贤弟 贤弟 你看这是什么人 这不是黄文帝 你骗我 好害饶命 好害饶命 我是他哥哥 黄文叶 我知道我弟弟做了很多坏事 我 是我对他管家不严 求求各位好汉 放过我弟弟一条生路 起来吧 这是黄文叶大善人 是他哥哥 把他解开 解开 杀了你 铁铁 不可懒杀无辜 放了他 黄炳向来欺压百姓 收了不少财物 不如一起都拿了 说得好 正当如此 来 弟兄们 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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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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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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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关闸门 快关闸门 大哥 快走 大哥 快走 大哥 快走 后面还有泽家兄弟吗 没了 快走 大哥 快走 快走 一二三 那是不是上火了 是 大人 大人 那是不是上火了 这不是江州城方向吗 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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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带我过去 你是黄文禀黄同盼吗 你是何人 黄同盼 你就别问了 你家走水失火 我专门在这儿等你的 好 快上船吧 快 快 快来 快 快 你们干什么 大人 大人大人 少爺 少爺饶命 有什么鬼你什么 请你做过一命好不好 少爺饶命啊 来来来 倒上倒上 多吃几碗啊 这次啊 多亏了大哥 咱们毫发无损 得事而归 错 对 不但毫发无损 还得了很多财物 这都是我们的账果 他娘都没有啥够啊 这个都缺了黄文饼的鸟丝 早晚都缺了 这哥哥他也在 不然而且你杀个痛快了 来来来 去去去 来来 去去 来 兄弟 哥哥 你放心 黄文饼多行不义 必走天谴 他一定会死在你手上 嗯 哥哥 黄文饼抓着了 这儿来了 好 这儿来了 哥哥 这皇上传来了 这皇上传来了 哥哥 这死抓来了 这儿不得让他 黄文饼 我与你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为何三番五次加害于我 还让蔡九毒杀我与戴宗 你既然饱读圣贤之书 为何要干这等毒杀之事 我知道百姓们都叫你黄蜂死 今日宋江 就拔了你这颗死 你这个不消的东西 我打你 打你这个不消的东西 我打 别过事前千听您万嘱咐 莫要圣人害己 可你偏要做这短命折寿的勾当 我早就听说过宋江 他是山东一条响当当的好汉 仗义输才 救难救贫 你 你与他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去害他 哥哥 我不以为你是个忠厚之人黄美佛 没想到 你也是个糊涂蛋哪 你 你说什么 你 你 我想问你 他宋娘提前反尸就是谋逆 勾当贼人就是造反 我作为通派 作为地方父母官 难道我就视而不见吗 他装疯卖傻 我揭穿他不对吗 你 你 你抢此夺礼 哥 我虽然只是个通派 但朝廷对我 对我皇家是有恩战 你知道吗 你对得起爹吗 你 你得不怕天大雷劈吧 哥 爹 孩儿替他这个不孝之子 赔罪了 哥 难道我遇到宋江这个反贼不去理会 纵日他对抗朝廷吗 哥 爹 就当你没有这个儿子 我没有这个弟弟 哥 你 你死了 你死了 我也不去给你上坟 宋江 今天 我落到儿等贼人手里 算是我食运不佳 你们要是条汉子 就给我个痛快 前弟 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 啊 啊 好 好 好 贤弟 这巨义听三字 是于兄所提 朝盖一生只认得一个义字 平成只求与四方豪杰 共聚大义 肝胆相照 无拘无束 同生共死 贤弟以为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 朝天王之前曾说 此番若就得宋功名 定请哥哥 做梁山第一把交椅 五学舅 休要再提此言 兄长不必刀斧 救我性命 宋将感恩不尽 宋将何德何能 无功无路 如何作得 这第一把交椅 若不是当初贤弟 淡然血海关死 救了我七人性命上山 哪有今日之重 所以山寨之主 本该贤弟来做 有朝盖在此 谁人敢不服 哥哥 兄长如在 如此相让 宋将情愿死在这里 哥哥 哥哥 来 人帝请请起 起来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安天牛客还等着喝酒呢 你们这推来绕去的 毫不麻烦的 再要推让 安天牛客要下山了 天王 请 兄长 请坐 大哥请吧 大哥请吧 好 哥哥 此番梁山又多了许多的英雄 这大小座子该怎样排练 这个吗 天王哥哥 依我之见 眼下修奋功劳高下 年龄长短 梁山坡就有各位头领 在左边主位上坐 好 新道各位头领 在右边客位上坐 待日后 看各位出力多寡 功劳高下 再另行定夺不迟 好 好 此言极荡 日后拢功劳大小 再行定夺 开言 好 好 好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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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啊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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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戴手 开小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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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戴院长 来 哥哥 功敏哥哥 黄文帝那次编造附药陷害哥哥 说什么好国阴家墓 刀兵点水宫 这家子头下边一个墓子 点水旁边一个公子 不就是宋江二字吧 还唱什么纵横三十六 波乱在山东 无非是说我宋江 想造大宗朝廷的反 这都是公孙先生所为 宋雅寺 你我一别终在此相聚了 来 宋江敬礼 请 好 好啊 哥哥的话 那正适应了天上的言语啊 咱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兵马 造反又如何啊 再说了 哥哥本来就姓宋嘛 如何做不了大宗的皇帝呀 我看哪 咱们现在哥几个就杀奔东京去 夺了他的鸟皇位呢 君师哥哥 您哪就做给丞下 公孙先生 您就要当个国师 那总比在这个鸟水泊里窝出着抢啊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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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牛兄的胡言 如今上了梁山 凡事都要听朝盖哥哥的调遣 不可再使你在江州的性子 若在信口雌黄 先割了你这个黑头 哥哥 莫生气啊 要是真割了俺舔究这颗头 那几时才能长出来一个呀 罢了 罢了罢了罢了 他还留着这颗头吃酒呢 好 来来来来 来 吃吃啊 好 好 今有吉时宇宋宫鸣 带了众威头领和千余兄弟 上我梁山撞我升威 今日乃黄道吉日 焚香祭天 往皇天眷顾梁山兴旺发达 天之下莫非王土 或水破梁山 定要自立于王土之外 愿众兄弟亲同手足 为义事举 大碗吃酒 大块吃肉 大乘分金银 快活一师 大碗吃酒 大块吃肉 大碗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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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天宛 要想让我梁山坡兴旺发达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光靠一个义字 上限不够 那以贤币之鉴呢 小弟让侯健兄弟 赶着了一面姓皇大旗 仁兄请看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哥哥 我等众伟兄弟 哪个生来就是强盗 无非是蔡经高求等奸臣当道 蒙蔽圣聪 残害忠良 才是我等被逼上良山 老了个有家难奔 不得不犯 说得对 众伟兄弟在此拒议 并不只为打架劫舍 杀人放火 图一时痛快 各路一事相聚于良山 为的就是除暴安良 替天行道 对 除暴安良 替天行道 朝天宛 这替天行道的宗旨 何天意顺人心 可成良山大业 良山竖起着替天行道的大旗 各路英雄定会望风而来 良山定能兴旺发达 太好了 雷谷 挂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贤弟未上良山之时 朝改日夜不能安昧 如今与贤弟朝夕相处 真是开心 来 贤弟 今日乃大喜之日 为何落泪 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对 啊 宋江 蒙哥哥救护上山 连日隐烟 身是快活 只是不知 家中老父如何 两身好汉大闹江州 打了五卫军 杀了黄文炳 朝廷避讳江下指来 责令运城县 逼迫家眷 捉纳宋江 宋江孔老夫受惊吓 性命不保 宋江唯有暂别山寨 回运城县 接老夫上山 尽人子之孝 亦绝日夜思念 原来如此 谁人不知宋江乃孝义黑三郎 你放心 人伦之事 韦兄你安排阮氏三兄弟 下山去接 刚才来报明日便到 我和你一同去金沙滩 接老大人上山 哥哥为宋江想得如此周到 宋江不知如何报答 贤弟 请起请起 我和你一同去 我和你一同去 统认三百杯 来 让我看到贤弟毫无顾忌的喝酒 就是最好的报答 宋江 好 愁命就是 来 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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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哥哥要多吃点酒 来来 忘音兄弟 来吃 来吃 众位豪杰 长盟各位 对待平道 像兄弟一般 只是 贫道自从随朝头领 上山 终日饮酒为乐 从不曾回乡探望老母 一口本师真人玄望 早想回济州城探望一遭 今日又见公民哥哥父子 兄弟团聚 贫道更是思念母亲和师父 暂别各位首领几天 咱们来日再相见 干啊 干啊 酒要多吃 要多吃 要多吃 酒吧 来 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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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怪的来的酒不幸 哥哥 你再退啊 天牛兄弟 你这是为哪般呢 这个严谨仪 哪个严谨娘 啊 偏偏俺铁牛 是从石头方里帮出来的 是从铜坑里钻出来的 俺只有一个老娘 在家里 俺哥 是跟人家打长工的 那如何 那如何让老娘快活起来啊 按天牛想把老娘接上良山 让她在这里快活几时 那也好啊 好兄弟 你我生死一处 你娘便是我娘 你要接老娘上山来共享天伦之乐 哪个能不同意 你放心 宋江 定会像孝敬自己亲娘一样 孝敬她老人家 真的 那哥哥 你是答应了 那俺天牛 这就下山家 天牛 来 你性情暴烈 如此下山 定会惹出事端 况且你刚在江州杀完人 哪个不认得你黑旋风力亏 这可是啥意思啊 那哥哥 你是不让俺下山了 哥哥你也是个偏心的人哪 你爹爹就要上山快活了 那俺娘就有她在村里受苦啊 兄弟休要焦躁 若执意要去 需答应我三件事 方可下山 莫说是三件 九十三十件也成啊 哥哥别说 只这三件 第一 速去速回 一路上 不得吃酒 好 不止 第二件 你性情暴力 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去 你需自己下山 悄悄地把老娘接上山来 不得省张 更不能惹是生非 成 不着惹就是了 这第三件嘛 你这把招人的钢板斧 必须录下 行 哥哥 俺都议了你 这回行了吧 好 那就明日下山 众兄弟在这里给你践行 这可啥鸟行啊 安田牛这就沙山 此刻就走 回家家老娘家 想不到 平道竟走在了铁牛的后面 哎 平岔铁いる 这多南拍照 好 平岔 quyfield 光泽 光泽 热光 平岔阔 松松松山 可是仁易十二 张大哥 来 走走走 猪鬼兄弟 走 你这是带俺去哪里啊 你没有看到官府贴的告示在抓你 你还往前走 怪不得有张画 跟俺挺像的 那是抓俺的 那上面都写啥 抓到宋江的 赏赢一万贯 抓到代院长 赏赢五千贯 那抓到哪呢 你啊 三千贯 三千贯 这帮狗鸟的官 不要多说了 前面就是我弟弟开的珠奇酒店 我带你去他店里落脚 好 走吧 不送不送啊 二位吃好了 慢走慢走啊 再来啊 二位来了 你没请你没请啊 哥 爸 爸 二位大官人承蒙在此光临 小人正在此恭候二位呢 快请快请 快请 主管 你弟弟自身得如此下贱 活脱脱的整个一个广关的狗腿子吧 兄弟有所不知 我这弟弟江湖人称笑面虎 且让你看看他的手段 走 哼 笑面虎 笑面虎 兄长 来啦 给你们上点什么呢 好 随便上点就行 二位不再多喝两杯 酒菜不错 急着回去点盲 下次再说吧 下次啊 二位这是手头不宽裕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打紧 不打紧 暂且奢账 明日小子自到府衙大人那里去知取 这 我们是是奢账的人吗 多少点银子 谢二位大官人 免得小人的腿脚 少出去 少出去 日前端茶小丝到这儿来吃 自负了十两白饮 二位是贵客 小的只敢收八两 八两 我们二位吃再多的好酒好菜 也只不过二两 就是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 旁的人到这儿来吃喝这些 小的都收十五两 这有账目为证啊 二位可以细细查看 好 八两就八两 就是十两 看好了 赶快找 谢二位大官人 谢二位大官人 大哥 咱要回去啊 迟了这被罚 这就不是八两的问题了 你快点啊 我们急着回去点网呢 二位大老爷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又怎么了 小店这是头一桩的生意 着实没有散银呢 这 那你还不赶快去换 去呀 试试快快快 快快快 是是是 二大官人 小的 刚去完西城门 这各家店铺都找得不开啊 要不 小的再去东门看看 爹爹 不用了 还不谢二位大官人赏 走 谢谢二位大官人赏 你 走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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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兄弟果然是好手段 整治的那两个狗关 是无话可说 只不过 我这个弟弟笑面虎的名号 就是这么来的 人家常说 恶面人要躲避 可是他们不知道 最最要防备的 就是 我这笑里藏刀的弟弟 这家酒店 就是他一刀一刀 从那些狗关身上切下来的 然而 对寻常百姓 他却很公道 俺就奇怪了 他如此的做法 就没人砸电的 正所谓举手不打笑里人 我这个弟弟 你若真要打他 就不能容他开口说一句话 只要他一开口 任何人 就都打不下去了 这 俺不信 俺今天 非要打他这个开口的小便虎 哥哥 小弟与哥哥 往日无缘 近日无仇 可为何打小弟啊 俺是看不惯 那对那些狗关第三下子 没骨气的汉子 你好没由来的 辱没了你大哥 在梁山上的名声 我道歉你 多谢哥哥教诲 多谢哥哥教诲 小弟啊 做这些事 都是经过 大哥点头的 可不敢自作主张 辱没了大哥的名头 俺呢 俺就是看不惯 伺候狗关的走骨 哥哥更错了 小弟 虽然名利受下屈辱 实则 痛宰那些狗关 做得的银两 用来接近乡礼 也算是造福一方啊 若是这么做也错了 那 哥哥至关打来 小弟绝不再躲 改了这劫父 寄别人习惯就是了 好好好 主贵 你兄弟果然好手段哪 俺是打不下去了 哥哥 楼上请 楼上请 好好好 请 走 这个笑面虎啊 诸位兄弟 我倒忘记问了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宋大哥放心不下 怕你在路上惹是生非 特残派往下山来的 你说 我比你晚走一日 却比你早到本日 你说 你为什么今天才到 来 哥哥不转吃酒 这在路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所以走得晚了 即便不吃酒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明明在张榜击拿你 那旁人 这闪避都来不及 你偏偏往上凑 一旦出了什么闪事 你说我该如何想 好酒 好酒 宋姜大哥不让你吃酒 这不是到了自个家了吧 吃酒也不妨 我这一路上 滴酒未沾 馋死安田牛了 拿过来吧 田牛兄弟 宋大哥知道了 定不会饶你 是 俺是跟你耍笑的 有谁敢不听宋大哥的话 知道就好 这酒呢 这酒呢 还是不吃了 俺吃啥行了吧 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诸国兄弟 这身衣服 竟给俺穿穿 等俺回了家 见着老娘 也好让老娘知道 咱们凉衫上 吃好的 穿好的 你这身材 我的衣服你穿不了 不妨 穿得了 穿得了 好好好 我自己脱 我自己脱 好 换了衣裳也好 显得斯文一下 省得你在路上肘人眼 惹是非